来看看这样比赛亚太要冲击上半区 而广州队要为了暴击而战 比赛开始了 童韵腿带来本赛季中山赛第21轮 长城亚太在主场对阵广州队的比赛直播 50%的胜率四胜两平两负 而且他对于当时张修为严谨浩这个中场 其实调理的非常好 这次没过来 二点球还有再打 一枪抢射非常坚决 不过边才举棋了 郑智 黄博文 陶纪敏 这个全时代也是国家队级别的中场配置 埃里克拿下来 中间有赛尔金耀 看怎么处理 这个球吴绍松上得非常及时 再晚一步 球一旦传出去 赛尔金耀可能就打进了 再看 停球没停好 身后斜线里杀出来 这球他就是想等赛尔金耀上来 所以观察那会儿啊 有点慢 正好 吴绍松 拍马赶到 定位球呢 他有机会 因为奥克雷能上来 奥克雷这个 他虽然只有1米83 但他弹跳特别好 看到远端 投球 抢到了 郝伯文呢 他那叫秀丽的中场船 全时代确实很厉害 投球 外围直接打 二点 张语峰 反应位 奥克雷 左脚没抽上 再来 门前 打在门框上 这球误打误撞 差点乌龙了 刚才 奥克雷 没抽上 然后再打 可能自己还有点受伤了 这球差点乌龙 不对劲啊 肌肉 摸大腿 这个位置就不大好办了 漂亮 这下过去了 阻挡犯规 比赛需要 韦志豪提供这种变量 这球找两个队员 中间的位置 把球抹过去 而且有个小穿当 这下也被撞得不轻 甲暴震船 浩俊敏 打到门前投球 打了一个变化 因为这种比赛 广罗队会比较小心 先丢一个球 后面就不太好批了 看埃里克抹进来 自己来了 比较正 而亚太本身呢 前面缺得分手 长船 他看远 再等 左脚 推到湖顶 给队友身后了 不过韦志豪 再打有变现 欧亚科的扑就 等到亚太反击了 亚太以前啊 成名招牌 就是反击战 给到埃里克 一对一 想插出那切 再变现 埃里克有机会打满 打高了 亚太还是 老本行啊 反击的效率 确实厉害 传过中场 打到两个后卫 之间的位置 埃里克 内切 再向外 卯足了劲 这球 打高了 其实身位已经 调整出来了 美式豪 陷入包围圈 挑过来 好球 但这下防守 贺冠上得很快 这球八对六 潘开源 自己来了 这球质量还不错 没碰到球 再来看 这下下坠速度还可以 看看源的攻门 而黄博文 35岁的老将 效力 广州队 十年的球员 之前位球队 294的出场 19球 39次助攻 今天再次 披挂上阵 也都跑起来了 再加上埃菲尔丁 三匹快马能冲击 直接骑 向进区的位置 上来就制造威胁 下地铲球 孙杰球员拿回来 甲长传给过去 好的 天定号 无线球 拉到远端 难度很大 门前再来 这下干扰 非常漂亮 又是贺冠 而且是韦氏好管的 给前点顶出去了 两个人在抢 但是比赛就此结束 成全台在主场和广州队 战成了零比零平 谢谢 嗯嗯